今天呢我们来看几个特殊的车库 大家可以猜猜里面有没有跑车 可能会有法拉利啥的 那么不说废话 我们先进第一个 好吧啥也没有 难道在中间的地洞下面 里面藏着怪物吗 好像还挺深入的 也没有其他的办法 直接冲呀 啊失误失误 那么难的吗 刚来就凉 俗话说失败是成功的老母亲 所以我们一点都不慌 看到没有 我已经有心愿了 呃难搞哟 幸好没凉 我发现这关完全是靠运气 一脚踩空可能就是这关的特色吧 第二关好多门呀 是要一个一个的找吗 诶看到了 不过才过几个转弯 我现在已经彻底转迷糊 别管直接忙 通关 很空旷 试试能不能开门 哦 好吧 它并不行 它需要钥匙 估计在这里面 我太机智了 看到宝箱 这算通关吗 里面有啥 好家伙 土豆 胡萝卜 还有牛肉干 其他的工具 也很接地气 再猜猜第二个 我猜里面 至少有 钻石道具 开局是什么嘞 呃 谁呀 这咋通关呢 接着 我想起一种可能性 果然 之前是让我走阶梯 这次 不让我走阶梯 有点意思哦 讨厌 弹跳能力吗 试试岩浆 哦 这些岩浆的伤害 不算太高 至少目前来看 还没有我的恢复快 不管了 快点通过 可以安全到位 看到狭长的通道 打使我误了 这一定是迷宫 看看 正确的道路在哪里 诶 找到了 没有看错吧 就这么简单 然后就找到一个 奇奇怪怪的道具 看造型 难道是灭火的吗 可能和下一关有联系 看吧 我的预感还是挺准的 消失吧 烟浆 只是喷两下 烟浆就消失 又是一个奇怪的道具 穿上以后 就能过去吗 直接跳 啊 居然没过去 难道 是我打开方式不对 减轻负重 再来一次 成了 那么继续 失败一次之后 终于到站 开箱开箱 哇 哇哦 这次发达了 开局送道具的吗 看来这个关卡的难度 不是一般的高呀 使用传送门 还挺考验技术的 嗯 嘿嘿 过来了 第二关咯 你们发现了吗 这一系列的关卡 基本都是高科技产品 到顶了 使用传送 哈哈哈哈 完美 我挺好奇 费啥这关一直往上 跳下去 再上去图啥 好吧 又来了吗 难道是我走错路 终于找到正确的道路 但是也被泡在岩浆中 慢慢上去 瞅瞅相嘴 二十个道具 不知道是啥 懂了二十次的钥匙 科技策线紧 果然名不虚传 成功了 又是一个奇奇怪怪的房间 箱子中也摆满了各种高科技产品 看来这次不需此行 再看最后一个车库 出发了 这关很磨叽 必须一点一点的下去 发了点武器 咱还冲过来 然后我就和他一蹦一跳 好神奇 不陪他玩了 小家伙还在下面 顺手消灭 算了 又来一个 我才不会管他 直接抽 不会越来越多吧 尝试消灭 好家伙并不行 这应该就是最后一关 快点结束 出口藏在下面 还好灭火器没丢 下去以后我就看到宝藏 四个车库 没想到都是内有乾坤 那么拜拜 下期再见 好家伙并不客气 好家伙并不客气